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 赖和曾经写下 时代的进步与人们的幸福 原来是两回事 这样的反思看在当今 为了中科抢水而苦恼的 彰化农民眼中 感受恐怕是特别深 也让今年的赖和音乐节 充满了不一样的气氛 我们知道赖和是我们 中华祖 是我们台湾危险之父 赖和意思可以说是 彰化了国宝级的人物 他之前 在行医 救世 救后 这些较困惑的人 是不是都不敢 这些小贴 小贴 然后他的文学的造诣 是 由到现在都让人来崇拜 他自己的歌曲 却忘了同伴都在后方 他大声的呼唤 我们就在前方 出来来跟障 我今天是我们在这里 地区 我 实在里 每一个时代 都绝对有很多 有纠缩的一步 这些人 没有买乱的 人物 不怕 我们是不怕 我们的环境 不怕 不怕 但是 绝对也有一步 这些有正义感 有社会正义的 人物出来的对头 炎烟夏日走在都市当中 如果能够有浓密的树印 那应该是最舒服的事了 不过在台中 公民记者却发现 市政府发包的行道术修剪 却将台中世贸前的黑板树 剪得几乎要变秃头了 也让人质疑 修剪是不是过头了 这是金花局所属的台中世贸中心 在世贸中心的南侧停车场 我们发现到整个都存 电线杆式的黑板树的修剪方式 今年三月 因为市政府的修剪政策 饱受批评 所以说胡适强市长已经郑重宣示 将不再出现电线杆式的修剪方式 而今天又发现了五十棵 这五十棵原本高二十米 就被拦腰折断 变成十米 也将所有的叶子全部剪掉 这让这些树根本是 让他们没有办法活下去 也让胡市长的誓言成为破功 记录周边发生的公共问题 或是记录您所参与活动的感动 公民新闻让您透过影像 分享想法与观点 欢迎您将拍摄的影片上传到Pepo 我们下次见